以你開始規劃退休了嗎 有耶 對 其實因為我是沒有結婚 沒有小孩 對 然後我的老家是在高雄 所以我現在是長期都住在臺北 然後我的想法是說 我是想要早一點退休 那因為北部我覺得消費 還有生活都比較緊張 然後費用也比較多 所以我已經決定就是說 可能到一個退休年紀 我就要扳回高雄 所以這個是我就是已經確定的事情 那我覺得高雄現在就是說 他很多的一些設備什麼都蠻完整的 然後同樣的價值 比如說你可能你在台北 你買一個排骨飯 一百塊就小 不過你在高雄你可能八十塊 你買一個大的排骨飯 所以其實我這就是常常回高雄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錢在高雄好像變得比較大一點 然後感覺好像比較壓力 沒這麼大 然後再加上陽光 其實我覺得老了之後 像我們在醫院工作 我們知道真的要出去曬太陽很重要 那北部真的有時候住久了 會覺得那都很眩 露晾 衣服都不乾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這種南部來的小孩子 在講 所以你想要拔回去高雄 我想要拔回去 然後我 高雄外面有多少台北人 但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南部人 對 我們都是北漂來來就是打拚的啦 那我們其實也都講好 我們有一群好朋友 那他們的老家也都是在高雄 然後都 房子都還在 意思是說你打算台北的房子 要賣掉 繼續賣掉 回去高雄買比較小的房子 這樣就對了 對 對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你到南部 可能沒有那麼的需要 可能你那時候年紀大了 所以財務應該沒有問題 對不對 財務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可能會有健康照顧的問題 因為客人有的人 他有家庭 有小孩 像兩位就很很孝順 你可能會幫爸爸媽媽規劃 可是我爸媽 尤其是我媽常常講說 我這個環得了 要怎麼老 想說你有男朋友 對 不過我媽覺得我這個人都很無趣 因為我沒有什麼興趣 是喔 買包包難道不算嗎 我常常都跟我妹講說 那個包包要趁年輕的時候買 因為年輕時比較漂亮 還背包包會覺得很漂亮 快樂 對 年輕大不用了 拿塑膠袋就好了 塑膠袋就好了 因為客人很大用 紅白那一種 對呀 你年輕大幹嘛 還要再提那麼那個對不對 又被人家 會被人家詐騙 人家會覺得你這個老人家很有錢 所以其實我已經有想好了 就是說可能我媽媽會比較擔心說 你沒有小孩 雖然有另外一半可能是男朋友 可是你可能以後是誰要照顧你 因為現在我們家三個小孩 確實都有輪流照顧我爸 所以他們會很擔心這一塊 這塊也是我自己覺得擔心的 因為我們在那個醫院 也常常看到沒有小孩的夫妻 在照顧 互相照顧的時候 其實是 我跟你說你現在沒問題 因為你現在四五十歲都要用的 但是你剛剛七八十歲 兩個人體力都往下走 甚至有一個已經沒有行為能力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那個接下來就是問題 那個很辛苦 因為之前我一個朋友 他的公婆 他公婆 他其實是有生小孩 但因為他們公婆 就是說他公公年輕的時候 很努力賺錢 看就這幾年 然後他小孩子很早就兩個小孩子 都丟到美國去 就已經變成美國人了 所以都住在那兒 生小孩都在那兒 這個公婆就是住在臺灣 現在已經八十幾歲 以前他們說是自己開車 我不知道男人為什麼 像我爸真的是已經七十幾歲 還是要開車 我想說到底是為了這個 什麼感覺 七十幾還好吧 我爸已經七 可是你知道 那個有遲鈍 真的 反射時間變 我們政府好像有力體檢 靠你還可以開車 對 但是我覺得 對我們資金來講 我覺得你可以不要開車 就不要開車 你可以叫車就叫車 對 然後我這個朋友 他的公婆是住在臺灣 因為他們不願意去美國 他們覺得臺灣比較好 兩個人住在一起 兩個都八十幾歲 然後這個婆婆從小就是 他說他婆婆就是從小公主 到老公主都是公主 什麼事情都要他先生 來服務他這樣子 結果他先生就是 但是後來就是年紀大了之後 就開始退休之後 就不想要出去 都在家裡面 結果後來就得了極少證 常常在聽到老人家得極少證 好像覺得沒什麼 好像覺得女生會得 結果反而是他公公得極少證 有一次 他們公公跟婆婆坐在院子裡面 在那乘涼 什麼時候 然後他們婆婆坐半小時 他們婆婆去做事情 結果他們公公在那坐一小時 結果要站的時候極少證 他就從椅子要站起來 站不起來 半島 撞到撞到牆 對 然後就趕快緊急送救護 就是他婆婆打那個電話 送救護車 然後就是整個他婆婆就亂七八糟 因為他就被人家照顧久了 沒吃飯 也不辛苦 然後整個不知所措 然後要等到小孩從美國回來 這樣其實要搞個兩三天 就發現奇怪 家裡整個都不對勁就對了 就是很亂 然後又 而且有個問題 你知道老人家常常不願意請外人 來家裡住 對 因為不想在家裡有錢的人 他想說我沒有給人家做的 他為什麼不在家做呢 所以就是整個搞得很一團混亂 你對於什麼肌少證 身體 這個部分 你自己有什麼樣的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在宣導 就是說銀髮族 我們會希望要吃得夠 以前是說不要吃太多 會不會 但我們一直喊口號 就是說你要吃得對吃得夠 那吃得夠就是說 其實我通常在門診 衛教的老人家 我通常就是 你要你一檔裡面 簡單說 就是說你要吃飯 你要吃肉 你要吃菜 這樣 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你看有時候的老人家的中午 他就是一碗麵 配一碗菜而已 你的肉一碗 營養不夠 對 有的人可能說 他可能吃一個饅頭 有的那種歪 那個他就 嚼那個豆腐 你會煩惱 那個萬年太散了 他真的太散了 我是 其實肌少證蠻嚴重的 因為肌少證會伴隨著你會跌倒 跌倒之後你會臥床 然後你的壽命就會減短 真的 所以要運動 年輕的時候要運動 要吃夠 蛋白質要吃夠 吃好吃夠 通常我們會這樣教 很簡單 就是說自己的手掌 一個掌心大就是兩份蛋白質 一餐至少要兩份 老人家 對 你一碗魚 我簡單說好了 你肉一 肉一 肉一 一條這樣有 這樣要一條小條 這樣算一分 你還要加一個 可能還要加一個 兩 這樣夠夠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你中午 看你爸爸媽媽 你去看他們兩份一部的魚吃吃而已 真的 對 對 所以有方說有 我也有吃肉 其實都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的營養調查裡面 蛋白質都不夠 甚至有看過長輩 他三餐就是因為一個人嘛 電鍋最方便 金粿 還有馬鈴薯 還有那種地瓜 對 他這樣煮長 都在電鍋裡面 是喔 都電子而已 但他不懂啊 他不知道那個 我吃的肉 這不是都很健康的 他不是說我們吃這個 都沒有肉 他沒有感覺 沒有蛋白質 他們鬥魚肉蛋類 賣掉不夠分 是 是 是 那怡里有在運動嗎 有 我現在開始 我聽我媽媽這樣說了 開始培養我的興趣 我媽說你也沒有什麼興趣 你每天早上都在賓 工作又賺錢 不然就在家 我就開始就是疫情前 開始有跑 有開始跑馬阿松 我覺得那個是 我不求跑的成績好 但是我就是會比賽 會去報名 那我就會練習 然後就會開始有一些 就是朋友一起跑 跑過全馬了嗎 沒有啦 半馬 就十幾公里 十二十五這樣子 那不錯啦 我覺得就是跑一個 讓自己運動之外 我覺得也可以交朋友 然後也可以就是 等於是說 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要不然有時候 你真的像我們醫護人員 就是回到家 六日回到家 你就是沒有目標 又在那裡睡 然後最近電視那麼好看 看影集又那麼好看 你就真的就是在看影集而已 可是當你有報名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不想要輸給人家 那二零二八年洛杉磯奧運 拜託你 其實我蠻想去各個國家跑看看 跑看看 很好 又當旅行 又當跑 又當那個訓練自己的健康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